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 还是我们老的话期 在过去半年吧 这几个quarter 增长得很快 我们以前就一直有谈到 其实Facebook一直要figure out 它的mobile device的问题 因为以前我们讲到说 我们以前还没有用到 现在用的是iPhone 6 Plus 那么我们以前用的还是5或者4的时候 那么手机本来那么小的时候 它肯定就不能去cover很多广告 事实上我很讨厌矿道广告 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直有很麻烦 很去想 小机脑子去想 我到底要放多少广告 会不会惹到人麻烦 然后我就不想用Facebook这个Ad了 那么现在随着手机越变越大 然后再加上它的revenue越来越高 所以它的广告数量已经达到了200万 半年内是增长了33% 你怎么样看 就是譬如说不只是在Facebook了 就是一些 尤其要做生意的朋友们 那么或者是说 我作为消费者 我怎么样去看到说 我今天的这个social network上面要去看到一些我喜欢的广告 我真的有想去点的欲望 你怎么样看这个现象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说 其实广告这个趋势 尤其做生意的朋友要去注意 网路上的广告的用量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趋势 很多广告它现在因为大家都有手机 所以很多的广告费都被投入在手机上面的广告 平板电视上的广告 网路的广告 这是一定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在在做生意的朋友 可以在你的广告的那个budget的分类里面 一定要去注意说 你未来的网路的广告要占多少比例 那Facebook Google Yahoo 这些比较大的social media网站 他们现在都在想尽脑汁说 我要怎么样从我的网站上面多赚一些广告费 Facebook做得很成功 去年的时候记得 忘记去年 前年它上市的时候 股价一致上去 然后又突然跌下来 就是因为刚开始在那个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它要怎么做广告 可以从广告上面赚多少钱 可是过去它这一年做得非常好 它光是在广告 mobile的advertisement上面 从上一年的7月到现在就已经成长了 将近33% 速度很快 代表它转型的很成功 它让更多人在手机上面看到好的广告 以前我们有谈过说 网络的广告怎么做呢 其实网络广告跟普通的广告的做法很不一样 我们讲的是所谓的精准式广告 targeted marketing 你今天是一个Facebook的用户 你在你的profile里面 你已经讲了你的性别是什么 你的年龄是什么 你的喜好是什么 你的hobby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中年人 那你喜欢看煮菜的节目 那你的兴趣是煮菜啊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Facebook的广告 可能是煮菜的广告出来 它可以精准到这个地步 那当然我们刚刚谈的说做生意的朋友 你可以利用Facebook的平台Google的平台 去做精准式的广告 去达到reach你要的客人进来 因为网络本来就是已经在track你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蛮恐怖的 就是我想买一辆车 那我就看了半天这段时间都在看这辆车 然后于是你在登陆你的Facebook的时候 它又出现这辆车的广告 然后他会还是他会说 still looking still waiting 然后他会一直在想说 你是不是还在找还在等就这辆了 他一直在pretty much just in your face的广告 然后让你一定去增加这个点几率 可是我这里就有个问题 像我我这个人就是你要是越逼我 我越不会点的 所以他放一个广告在我的main page的旁边 我是绝对不会变的 事实上我会觉得说我会用一些tool 去把那个广告block掉 然后这样我会看上去我的那些页面会干净一点 这个是不是就是作为商家来的最恐怖的那一面 当然你说不管是Facebook Google 你今天假如是付钱你是广告商 他还是会想尽办法说让你的广告可以看得到 OK 那我看到一些比较很effective的广告 商家在做的时候 你今天推广告 Google跟Facebook已经帮你做了第一步 他已经把对的客人放在你前面 你今天比如说是卖食品的 那喜欢煮菜的人OK 可以看到你的广告 他第一步已经帮你做了 你自己需要做到的就是说你做出来的广告必须是吸引人的 OK 你的广告的钱 也许你做一个video的广告放在YouTube上面 你广告的前三秒到十秒是最重要的时候你要吸引到人 这有点跟movie的trailer一样 你会发现我们经常去看那个movie介绍的电影的短片 前三秒都是很吸引人很震撼人的那个 你以后做广告也是要这样子 你就是你前三秒到十秒要先吸引到人 人家才会看完你全部的广告 你做得对的话 他其实人家会反而想去看你的广告 OK 我最近在Google 我那个YouTube上面 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会看一些music video 听音乐这些东西 我发现我每次在看video的时候 他都会有时候 每三分钟五分钟会跑出一个广告出来 我本来想要把广告也停掉 但三秒钟我就被他吸引住 他那个广告的video一出来三秒钟就说 是跟科幻电影有关系的 我喜欢科幻电影吗 他就是放科幻电影 我完全知道我喜欢什么 然后我就被吸引着 有一次我还看完一个三分钟的video广告 因为他真的做得很好 这是未来广告的趋势 你在做广告的时候能够抓住人的心 其实你的广告会变得非常有效 可是反过来讲就像你刚刚讲的movie trailer 有的时候这个电影就是他我们说的说 其实trailer就是全部的电影了 就是 it's everything the whole movie squeeze inside one big old trailer 然后其实你看完trailer 就把最精彩的就看完了 然后也不用去看电影了 事实上我之后回去再看完那个电影 事实上的确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电影好烂 其实最精彩的部分都在trailer 所以我想就为这位人民说 我会去看广告看trailer 偶尔去看 可是看完以后 我会再回来看那个电影的话 或者是actual product 或者去看到你的产品的时候 我会觉得其实也还好 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我宁愿不要去点那个广告 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完全是给你们商家骗到的一个途径 广告就是要适应了 对 所以我觉得Facebook本身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它现在增长那么快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去到一个比较瓶颈的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还是会就说因为这么大电话 或者是你看这么大的tablet 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的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用电脑了 很多人都在用mobile device 对 会有一个饱和的一个地步吗 我觉得到饱和点还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至少可能五年的时间吧 原因是几个 第一个智慧型手机的购买还一直在成长 这个我们是k4c的可以看到 还会继续在成长 更多人会用网路 Facebook它现在占全部的在Digital Marketing 就是网路的广告里面 它只占了5.8个percent 然后因为从上一年7月到现在成长 它现在大概可能占了7.7吧 到8个percent Google还是dominating 还是龙头老大 它占了全球的网路的广告的31个percent 影响力很大 所以说在网路上做生意的朋友 你要广告呢 就是去注重Google上面的广告 注重Facebook上面的广告 光是这两个 你应该可以去吸引到很多人 说到Google 我觉得我们要提到一个消息 就是Google现在不单单只是说 是全球的互联网的龙头老 这个广告的龙头老大 它还是一个很涉足界很广的一个产业 包括像Apple这样的也是一样的 等一会我们也会谈到 但是现在Google呢 就是希望会搭建一个服务平台 然后呢 这个准备要推出它自己属于它自己品牌的车 OK 对 无人驾驶的车 对 无人驾驶的车 我们这个无人驾驶的车 在几年前其实已经听到Google讲过 而且实际上现在已经他们开发量 是可以在路上走的 但是呢 就是说你会不会真的搭这辆车呢 是另外一回事 那现在他们就说 要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完善一点 从而去挑战像现在一些轿车网 好像Uber啊 像这些软件的这些市场 抢这个市场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谈到这个Uber 其实也是很受一个争议的一个软件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用 你也在用 我知道 的确很方便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 到底这个产业是不是 所以我对我来说 我自己我第一个人 我第一次听到 我就觉得说 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自己有车 不太不太 而且我不太放心去get into a stranger's car Google现在就是说 我们会推出一个这样的车 而这个车呢 是全自动的 没有人的 你叫车他就来 然后就看一个远处来的一个无人驾驶的车 他就说请坐 然后就会坐在这个车 然后于是就是把你从A点到B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明 你怎么看这个 这就好像科幻片一样 我们的未来 但是这我觉得这一定会发生了 时间的长短 可能三到五年吧 甚至更久 可是我是希望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说 你有车子 无人驾驶的车子 没有人驾驶 他会跟踪 利用Google的technology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Map 都是Google在Power的 我们手机上看那个Map 我很喜欢用Google的Map 虽然说Apple也有Map 我还是比较喜欢Google的Map 我也喜欢Google 那Google把全世界的路都已经都研究好了 分配好 他下一步就可以坐这种无人车 可以跟着他的Map去走 不会说在悬崖底下掉下去 还是什么 因为他Map应该是很精准 那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班累啊 不想要自己开车 或者是说更加一点 喝酒啦 OK 不能开车啊 无人驾驶车就让他自己驾驶就好了 这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而且无人 他们现在在发明的那种 无人驾驶的车子呢 很聪明 他不会超速 不像我们有时候 兴致勃勃的就 他会绝对的去 Obey traffic law 非常安全 然后他远远的雷达就会看到说 我离对方那台前面的车子 300尺 200尺 自己就会慢下来 不像我们有时候 还是在那边text message 各位观众不要text message 边开的时候text message text message 然后一下快一下慢 然后睡眠不足 喝醉酒 很有可能会出事情 无人驾驶车还有一个好处 当然就是你坐进去就可以休息了 也许你每天要开一个动头去上班 那就上去上 就睡个一个动头 或是在上面开始上班 做什么都可以 我是很看好这个technology 我是觉得说 这个就像科幻片了一样 马上就可以吸完时间 因为事实上 刚才你也讲到 尤其是在外边 比如说喝了点酒的朋友 这是非常方便的 一些像韩国的国家 现在有这种代价 很快这个市场就会被取代了 就会被完全 fully automated 就这种这种 technology 取代 我觉得这个这一点是很好 但是我不想去做一个 另外一个陌生人开的车 如果是这个是一个机器人 或者是一个电脑 完全电脑控制的 OK, fine, I'll try it 但是如果是一个 stranger You're a stranger Yeah, I don't think that's good 我想以后随便 我可以跟大家预测 可能会有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说 你在网络上参加一个俱乐部 然后这个俱乐部 也许到最后 自同道合的人 要跟你一起share ride 你的朋友 要一起share ride 的话你就OK了 早上 刚刚有跟我朋友 一起搭车过去 还可以别人聊天 对啊 那就OK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对 好,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回来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了Jim 去做客我们节目 Jim你看 我们做了很多期 这个科技的节目 那么其实我们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这里 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节目 其实有一个官方的微博 大家如果上新浪的微博 去search 网科百谈 网科百谈 就可以search到我们节目 也可以看到我们一些 分享的一些有趣的 科技新闻的一些文章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个微博上 大家也可以留言 给我们留言说 想希望得到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科技的讯息 我们也可以在节目章当中 跟大家分享 所以once again 大家各位上这个新浪微博 去search 网科百谈 就可以search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 Jim你看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就是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好像Google 现在要准备做一个 完全automated的电动车出来 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态度 它到底是可不可以 就是说去做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或者说 我想不想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是觉得说 希望看它将来会出来一个什么样子 可是就算它现在没有做之前 已经有很多竞争对手了 像我们刚才讲到 Apple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Apple现在也 也马上就已经announce了 就是说要做一个Apple Car Apple也要走进这个market来 没错 要做一个电动车的行业 那么你看Jim 我们现在有用Apple的tablet 我们现在有用我们这个电话 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电脑 马上你可以带的就是iWatch 马上你也可以开到一个 有一个车上面 有一个Apple的logo了 你想象一下这个车里的 所有的amendity 所有的这些function feature全是Apple的related 你会不会想做这样一辆车 或者你想想买这一辆车 我觉得无人车 这个我是会买的啦 可是你今天说这个 听到这个news 说Apple要走进到 制造无人车的这个领域去 我会有点question 他踏到他本行外面的事情去做了 其实在网路这个领域 我跟Steven 我们在这秀里面 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到说 一些很前瞻的东西 就是说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因为我们都听到很多最新的消息 无人车是一个趋势 我们上两年就已经谈到说 wearable technology 然后现在今年wearable technology在发生 我们也谈到说无人机的东西 无人机在下两年 大家就看着好了 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那你说这个无人车这个东西 yes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看好它 可是我觉得Apple不应该去做 不是Apple的领域方面 Apple做电话 做Tablet是做得很好 那Google为什么要去做无人车 OK 这也在Google的领域之外 可是Google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 它是卖广告的公司 只要任何地方有个screen的地方 它都可以卖广告 它就是要卖你广告 对 车子里面呢 也许无人车你坐在那边 然后你可以看电影 它还免费提供你电影啊 节目啊 然后底下一个广告就跑出来 继续卖它的广告 那Apple不卖广告啊 它做无人车要怎么赚钱呢 我觉得这广告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现在最 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 这个角度出发 我觉得说 我不会想买一个Apple做的车 是原因就是 首先我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有Tesla 我坐在他的Tesla里下 我觉得就是我在开一个 非常大的 非常贵的iPad一样 它中间那个电脑那里 就是一个大的iPad 很大的 Everything is computerized 所有都是 computerized 那么你想想 你坐在一个Apple的车里 其实就是一个更严重的 一个extremely case的一个computerized iPad 是个moving的computer I'm not so sure 那你想如果这个 你在开一个70mph 的时候 结果其实突然旁边 有个hacker把你的车 给hack了 然后你整个人就 go in flames 我觉得 go up in flames 我觉得这个 很有可能会发生 Apple可能想要 踏进这无人车的领域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是 它可能看好 它自己有这么庞大的客户群 它以后 要卖他们什么都可以 可是我觉得以做生意的角度来看 你还是要stay to 你的core 你可以卖related product 你今天卖手机 手机之后去卖 卖电脑 然后卖手机 这还算是related tablet 科技的产品 这OK 走到车子的领域 可能 我个人觉得 有点 Apple 你好像有点踏出 你老本行了 我觉得有点overkill 有点overkill 但是你刚刚讲到Google Google它可以用广告赚钱 这个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说 Google如果做无人车的话 非常brilliant的一个idea 可以给他们赚很多钱 像他们如果去把Uber的生意 都抢过来的话 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Uber现在你叫车 你如果做司机的话 你会收一部分的钱 可是Uber自己本身也要charge你钱 可是Google不是我 Google它不需要收你任何钱 你作为driver来讲的话 免费给你 你的收费都是你的 然后他还可以在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放很多广告在里边 因为他这个收益 完全是从 把这个服务 给他们的广告商看的 然后所以Google可以收很多钱 所以我就很担心 我说Uber这个公司 能坚持多久 其实加加上现在 还有Apple进来 那种参与一手 参与一脚 就看看啦 我们四目一带 我觉得这个Apple 其实是他与其做 Remember我们之前讲到 就是说现在接下来的一批车里 像什么BMW Mercedes-benz或者是像Ford 车里都会有Apple Drive 我觉得那些就是比较实在的 这个方式 因为你把你的那个 User Interface 就是车的那些 Center Control的那些东西 都变成Apple的话 可能和很多很方便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用 iPhone 那就可以直接插进去 对 很多功能 iPhone的功能 就会跑到你车子里面去 Muzi Bluetooth 都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可是你要说 你要做一个actual car 我是觉得说 嗯 Yeah I say no Plus I bet it's gonna look ugly Yeah 我觉得会 Apple现在这里 有点 有点太过虎 Yeah 所以为什么 现在另外一个新闻 就讲说 这个Motorola的 这个CEO 在说Apple 就是绝对是 非常的不讲道理的 是非常的蛮横的 Barbarian的 然后说这个 三星现在 其实已经在走下坡了 然后说这个 已经打不过Apple了 事实上这个 这个手机 越来越卖越差 然后三星 Samsung很快 就会成为下一个 Blackberry 因为我们知道Blackberry Nobody use Blackberry anymore Motorola现在就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这个新闻一出来 我就觉得说 First of all Apple会觉得说 Who use Motorola anymore Nobody use Motorola Motorola 真的 它有点 它在走下 眼红 我绝对是这样 三星它还有 fighting chance 我们讲了那么多 关于Apple跟三星 还有甚至小米 的事情 所以 他们这三家 都有fighting chance 先不要count Samsung o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OK 最后我们还有 一点的时间 我想cover一下 这条新闻 就是 James 我不知道你 你有没有听说 就是现在在过去几年当中 一直有就消息出来 就是说 你可以移民火星 啊 我听到这个消息 对 然后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报名 有去不回 无回的 对 Yeah I have to mention this 这是一个one way ticket 你只能飞过去就不能飞回来 You have to get there live there and try to survive there and die there 然后就是只能在火星上 就过来你这一下 就是这下半辈子 对 有去无回 那么现在已经有无数人报名 尤其是中国的很多土豪啊富豪 可是呢 现在有一个新闻就出现 就是说这个移民火星的 这个plan的公司呢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cam Scam 一个欺诈公司 一个骗句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现在收了很多钱 然后可是等媒体去采访的时候 发现这个公司 这基本上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CEO的这个人的住所 住所里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logo啊 也没有一些跟公司这个产品 或者是说这个计划有关系的 这个这个logo或者是一些产品啊 什么都没有 连桌子椅子都是只有几把而已 OK 所以大家看到说 这可能是个很严 很严重很大的一个骗局 在这里我有几个问题 首先就Jim 你如果说这个事情是真的 你想不想去 不会 有去无回 那就算了 我是觉得说 这个这个news在几年前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很像那个interstellar的感觉 对 就是这个movie 就是说你去找群 另外一个可让人类居住的行星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那现在其实谈何容易 我们train一个宇航员 美国人 美国去一个宇航员 NASA的一个宇航员 然后把它送上一个这个shadow上面 然后再飞到什么火星上 这来回去好多金钱 好多人力物力 然后还有可能它还会有生命危险 我觉得这个太太too much too much work 太太太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一些民间的企业 很难去做到 是 我是觉得说移民火星 这个是不是骗局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是至少是在未来 它现在是说203几年的时候要去做到 老实说 听到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移民火星 你就算是有去无回 你都要让去的人可以好好的住在那里 你光是水啊空气啊 这就要好多设备去制造在那上面 这要花上天数吧 可能NASA都没有这个budget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间公司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我是觉得说 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是骗局的这一个方向 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看看笑话就好 是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